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 欢迎收看跟着父子闯世界第34集 我们把这池子里的水又加高了一格 你看那只鸡鸽玩的好嗨哟 不管了 艾勇说他要建个西夏皇宫 你选他在西夏公主 我得去长长见识 呀还真的建那个冰宫呢 连房顶都是冰做的 造型很奇特而且也够高大呀 这可惜家屠四壁 里面还没有装饰 不过也还没有做完了 想引起西夏公主 还忍着而道远呢加油哦 哎呀你家这台阶滑溜溜的 摔伤了我要三个钻石做鱼鸟飞的哟 他说你边来不就好了吗 嘿这话说的 你家也是我的地盘呢 我不得巡视巡视啊 他感叹说我这地主婆太黑了 你看我家夫子也是个人才 在他家的正前方 在那棵参天大树 还捉上了球球豆 这是宣告领土主权吗 等我说完球球豆一抬头 哇塞 他竟然弄了个岩浆瀑布 还说是防野怪的 可是我怎么觉得是防我的呢 你怕我进你的家门 对不对 哎还说不是你看你这栋水 把我和小飞飞冲的都停不下来了 哎呀还在冲呢 都冲到这边来了 完了你太让事了 你太让大事了你知道吗 你把技术家的球球都冲没了 我刚碰到还没成熟呢 怎么召唤你的化石龙 我带你讨回公道 夫子这个不好吧 咱们要他赔点钱就好了 不用把他这么地吧 这就怂了快走 这种场面吓死我了 我还是不进去了 我才不要做放凶呢 夫子你冷静点 咱们知徒才的哈 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夫子只是亮出了能量剑 并没有拿枪 应该是死不了人了 咦解决了夫子 小子记得早点给钱 他望老望天空 可怜兮兮的说道 两位大人可怜可怜我吧 我就都截不开锅了 今有段娘滚柴河都给了你们了 什么 感情我们这么杀气腾腾的冲进来 就抢了你几根小木棍呢 哎哎哎 我也没说啥呀 你你你你你你居然还自杀 好了好了 我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现在吧 我走了 夫子 这人又可怜又可怕 我再也不去他家了 怎么吓着了 嗯 你也差点吓死我了 杀气腾腾的 我还以为你像杀人略户呢 哎 我倒是想啊 可他那么可怜兮兮的 我下不去是屋啊 果然我们都是善良的人 嘿嘿 我回家睡个觉吧 以后用船送圈舟就能直接船回家了 外面夫子还在努力的坐着干着鸡 那换我来保护他吧 哎呀 自己都差点被一棒锤死了 来吧 哇哦 这个射程真的好远呢 你看 你看山顶上还一只 瞧我的枪法多准呢 夫子快要做烤起额鸡了 所以我求求动种植的特别的勤快 哎呀 爱用家又多难遇到岩浆瀑布 我很好奇 你进家门不怕被烤熟吗 再说你这样没防住怪呀 哎呀我的天哪 快跑快跑 你这放水的速度倒是起马柳的哈 看来平时也没少被烧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评论收藏加点赞咯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